这样还看什么哦?中国最新一季奔跑吧要取消四名牌环节!导演给的理由太荒唐了。 中国拿了版权分拍跑男后,一直很受观众欢迎,节目中最大的特点就是四名牌游戏。 很多观众都觉得最能被戳中笑点,最有意思的就是这个环节,斗智斗勇还能凸显各位明星们的智商。 在最新一季跑男里,网友们最期待的环节也是四名牌环节,但是这一期播出的时候导演却宣布取消四名牌环节,节目似乎越来越高大上了。 第一期开始的时候各成员就开始挑战英语演讲,这让陆寒看起来格外抓狂。 韩宇说的那么厉害的小鹿竟然会败给英语,看他痛苦的表情,面试的时候紧张的都跪到地下了,不用怕不用怕,这只是测试个人的反应能力而已,跑男节目组是绝对不会坑各位嘉宾的。 节目似乎越来越往高大上的方向开始走了,以前每到四名牌的环节就是展现邓超里晨的个人魅力的时候,两个老滑头斗志斗勇,不相上下,如此有意思的联盟才是网友们最想看的。 如今四名牌环节取消,导演说如果总是那么一个游戏,观众会看得乏味,最新一期请来了昆灵,而天王周杰伦可是全程陪伴,幸好四名牌环节取消了,如果昆灵和别人开丝不知道周董会不会心疼呢? 跑男每一期都会请不同的嘉宾,办了这么多期,各路嘉宾也请得差不多了,现如今也开始请新人了,刚从练习生出道的范澄澄就被请来了跑男,非凡地展示了自己的综艺才能,实力也不是吹的。 有许多网友都笑成范澄澄是靠着自己的姐姐而带有光环,但是小编却不这么认为,看过练习生的网友们应该都知道,范澄澄无论是唱歌还是RAP实力都是有的,而且跳舞也不差,这么努力的boy为什么非要说他是靠姐姐的呢? 同样作为练习生的蔡徐坤,虽然没有一个作为明星的姐姐,但是却获得上文杰的力挺,基本上是和范澄澄差不多的样子了,有才华的人总是容易被认可的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